天主,请祢为我报仇雪恨 求祢者救我,莫利仇敌 从敌人手中把我救起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从,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因你的心灵同在 大家早安 神父早安 今天读经是从丹尼尔先知书有关三个年轻人 是萨德拉克、莫萨克和阿贝德乃格的三个年轻人 被从军的时候他们是被那不高王强迫他们要崇拜他所制作的神像 但是这三位年轻人拒绝 那他们的拒绝他们讲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他说如果天主要保护我们,我们感恩 我们会无事 但是如果天主不肯我们活下去 天主就是要我们死 我告诉你,我们也不会败你所制造的这生命 这个是年轻人,上面年轻人他们的信仰 但最后我们看到的是天主真的是保护着他们 在活中有另外一个人跟他们一起走保护他们 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上可能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来左右我们的信仰 我们是否坚持我们对天主的信仰 或是被这些所引诱呢 现在我们大家忍醉 准备我们的心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我向全能的天主 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思念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我罪,我们的宗罪 为此能请众生同生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 和各位教友 为我请求上主,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 Amen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祷 人者的天主 请光照你的子民 借所行的赎罪神功 净化心灵 你已赐给了我们 真心侍奉你的渴望 求你也扶允我们的祈祷 完成你所交付的工作 以上所求 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他和你其圣神 永生永往 Amen 攻读达尼尔仙之书 那时 拿布高王说 沙德纳克 莫沙克 阿贝德乃哥 你们真的存心 不恭敬我的神 不朝拜我力的金像吗 现在 你们准备好 一听见号角 声 琴 色 争 消 和各种乐器齐奏 就要俯伏朝拜 我制造的像 若是你们不朝拜 就立刻把你们 投入烈火窑中 有什么神 能从我手中救出你们呢 沙德纳克 莫沙克 和阿贝德乃哥 回答 拿布高王说 关于这事 我们无需回答 如果我们所恭敬的天主 肯救我们 陛下 他必会救我们 脱离火窑和你的手 如果他不肯 陛下 你应当知道 我们也不愿意 恭敬你的神 不朝拜 你所力的金像 拿布高一听这话 怒火填胸 立刻对 沙德纳克 莫沙克 和阿贝德乃哥 变了脸 下令要人 把火窑 烧得比平常热七倍 有命令军中的几个壮士 把沙德纳克 莫沙克 和阿贝德乃哥 捆起来 投入烈火窑中 那时 拿布高王十分惊慌 急忙站起 问他的大臣说 我们不是把他们三个人 都捆起来 抛入烈火窑中了吗 他们回答君王说 是的 陛下 王又问说 为什么我看见四个人 在火中走来走去呢 他们丝毫没有受伤 而且第四个人的外貌 仿佛是神的儿子 于是 拿布高说道 沙德纳克 莫沙克 和阿贝德乃哥的天主 是可赞美的 他派天使来解救 信赖他的仆人 他们违背亡命 宁愿捐躬屈 也不愿 也不愿侍奉叩拜 他们的天主以外的 任何神明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上主 上主 你当受称阳 当受赞颂 直到永远 上主 你当受称阳 当受赞颂 直到永远 上主 我们祖先的天主 当受赞颂 当受称阳和赞颂 直到永远 你光荣的圣名 当受赞颂 当受称阳和赞颂 直到永远 上主 你当受称阳 当受赞颂 直到永远 你在你光荣的圣殿中 当受赞颂 当受称阳和赞颂 直到永远 上主 你当受称阳 当受赞颂 直到永远 你在你王国的宝座上 当受赞颂 当受称阳和赞颂 直到永远 上主 你当受称阳 当受赞颂 直到永远 你坐在天使之上 透视深渊 当受赞颂 当受赞颂 当受称阳和赞颂 直到永远 上主 你当受称阳 当受赞颂 直到永远 你在穷仓之上 当受赞颂 当受称阳和赞颂 直到永远 上主 你当受称阳 当受赞颂 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 那些以诚实良善的心 接受真道 并在坚韧中 并在坚韧中结果实的人 是有福的 主耶税 主耶稣 我们赞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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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你的心灵同在 共度圣若望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对那些信了他的犹太人说 你们如果固守我的话 就的确是我的门徒 也会认识真理 而真理必会使你们自由 他们说我们是亚巴兰的后裔 从来没有做过人和人的努力 你怎么说你们要成为自由的呢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凡是犯罪的就是罪恶的努力 努力不能永远住在家里 儿子才可以永远住在家里 那么如果天主旨使你们自由了 你们的确是自由的 我知道你们是亚巴兰的后裔 你们却想杀我 因为你们不能容纳我的话 我所说的是我在父那里看见的 而你们所做的却是从你们的主宗那里听见的 他们说我们的主宗是亚巴兰 耶稣对他们说 假如你们是亚巴兰的子孙 就该做亚巴兰所做的事 现在你们竟想杀我 我把从天主那里所听到的真理告诉你们 亚巴兰却没有做过这样的事 你们所做的正是你们父亲的事 他们说我们不是私生子 我们只有一个父亲 就是天主 耶稣回答说 大家平安 我们讲到努力的制度 我们可能就会想到在美国 美国在早期 他们把从非洲的非洲人就带到美国 以后在那里就做买卖 他们就卖这些非洲人当做努力 他们真的是失去他们的自由 他们的军演 到了美国要买卖的时候 把他们的衣服脱都光光 所以要买的就看到 他这个是非常的有脊肉 他非常的强 如果要他去工作 什么工作 他都应该可以做 他们把人 跟牛群人 与牛羊一样看待 真的是他们 这个是一个可悲的事实 在今天的福音 我们所听到的 是耶稣就讲的 你们要认识真理 你们要认识真理 真理会使你们自由 那有太人 他们就觉得 他们就是一个自由的人 那现在呢 为什么耶稣说 真理会使你们自由 这个是假设 他们是不自由的 他们是属于某某人的努力 所以他们相信了真理 那真理会帮助他们 会释放他们 会变成是自由的人 在罗马时代 努力也是一样的 努力是罗马时代的 他们的生活 经济生活的基础 他们就是在这些的 努力的至上 建立他们这个社会 那这个罗马的时代 他们也是 以色列也是罗马的殖民地 所以他们也很清楚 自由跟不自由的人 是怎么样的 所以他们就说 我们是自由人 我们不是什么人的努力 但是他们所看到的 他们所误解 应该是说 他们误解耶稣的话 他们以为耶稣所讲的 就是在政治上 在社会上的 这个努力 这个的制度 但是耶稣所讲的 就是精神上的自由 精神上的自由 就是我们的生活 如果我们远离了天主 我们就是生活在罪恶当中 我们生活在罪恶中 只有一件要释放 我们就是天主耶稣基督 所带来的真理 天主耶稣基督的话 我们相信他的话 我们就被释放 所以耶稣基督说 所以耶稣他所讲的这个努力 就是精神上宗教方面的事实 那我们 我们也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生活在罪恶中 我们是某某人的努力 那这个是谁呢 就是撒旦 是魔鬼的努力 我们只有 我们自己无法 无法去 打败撒旦 我们需要一个力量 这个力量 应该是来自天主 我们有天主的力量 我们才能够去打败 试探我们 每天在试探我们的 魔鬼 这是恶的势力 恶势力 所以 我们就相信耶稣基督 相信真理 所以在这里就是 如果我们是生活在罪恶中 我们犯罪 我们就是撒旦的努力 在精神上面的努力 所以我们祈求天主 祈求耶稣基督 继续陪伴我们 给我们力量 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 我们与这个恶势力作战 我们以真理当作我们的武器 去打败 试探我们的那一个 现在让我们把 今天的祈祷的一项 一起奉献与天主 天主我们把今天的 全部生命奉献给你 请你学校我们的思想 和演习 许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天主 愿你以生存 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也以你的执意 为全神 求你帮助我们 全心 全灵 全意 全力 笑爱你 我们决意把 各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成败 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 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 圣母马里亚 及诸圣人圣女的绑架 终身事故 天主 请以你的宠爱 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 实问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 亲友 其一切恩人 实问于教会首长 国家领袖 及各级政府官员 使他们 依照你的旨意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赔赐我们 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 悲心 欺恩的安慰者圣神 亲属于我们 其一切心有和其中 求赐我们 敬畏及 孝爱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 聪明 及刚义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 超见 及明达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 最高的 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 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 卷去成见 扫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 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 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 广大人民 获得你的真理 其胜利 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 交托在你手中 并奉足耶稣基督的名 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月里的名所显扬 月里的国来临 月里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尝给我们 利用的食粮 求你关注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光束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先于诱惑 但救我们也于凶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圣子及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礼仪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阿们 胸怀 我去扶上逐渐 永远唤醒 普遍彼 颂养变足 天上堂没堵